我没有东西好改,我觉得是不适合 这家店很值得吃 就是吃过韩国最好吃的日本餐 大家好,我是Mira 其实今天会有朋友吃饭 这个地方叫做派山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来的 这个地方算是首尔地区偏小一点的 我发觉这个地方实在太棒 首先因为看到左手边的草地 是超似宜南洞 我本来非常之喜欢宜南洞 我自己都去宜南洞了两年时间 然后我们打算选择餐厅 然后发觉旁边有很多日本餐厅 但是我们走一走 发现了一家挺帅的高级的装潢 所以我们就打算进去看看好不好吃 因为我和韩国两个朋友 其实他们都来过这边 都是吃过这里的餐厅 都是觉得好吃的 所以我们今次就打算随机进这一家 看看好不好吃 然后就进了一家 望海可高级的餐厅 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 韩国日本餐是不一样的好吃的 因为我平时在韩国吃日本餐 我就多数预算是一个 不是特别好吃的 但是因为这家的装饰都挺漂亮的 进去看看我的菜单 然后它很漂亮 而且感觉上很精致的 因为它的价钱就是 都比一般 可能平时在华大或者其他地方吃到的 会高一点的 所以 期待一下 我想说这个 平时的 因为我一向都是不喜欢吃的 但是它竟然会有很清新的柚子香味 吃下去很舒服 超有趣的 它这个是炸鲍鱼 好有趣 我要给你们看 有多小粒 好可爱 和照片是因为一样的 吃过熟的鲍鱼 没有吃过炸的鲍鱼 吃过生鲍鱼 普通的做法鲍鱼 都没吃过这样的软的炸鱼 我觉得很特别 它有不同的酱给你去配 它好像有一个鲍鱼 它这个也 可以试一下鲍鱼 先试一下鲍鱼 我觉得之后我们吃的东西应该都会好吃的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像酸酸甜甜的这种 嗯 好加分 好香 其实我没想到这些东西会好吃的 我纯粹觉得是装黄漂亮 但是味道可能是很普通通 但是它是好吃的 它是炸到外皮会松脆 但是鲍鱼是很软 很QQ的 就是完全那个质地 有点咸 超级的 它是这样的 黑松露油 然后我碰了这个 还有这个 麦鲍鱼 我先试一下 无敌啊 在韩国吃日本菜 你们好像什么 好像在香港吃名障 那样的 哈哈哈 真的一般的 一般的日本菜 保障你的人生安全 不把你的样子露面 千万不要 哈哈哈 超级的这个 黑松露炸鱼 我想说这个 虽然只吃了第一样东西 但是觉得比我们刚才的期待 就是高很多 因为这个也是28元港币 可能吃到四只鲍鱼仔 但是这里是一碟鲍鱼仔 而且真的很高质素 刚刚搜寻了 这里是有分店的 另一家分店是青塌 好棒 它的卖上也是一流 鱼子 哇 这个鱼也是 看起来很吸引 其实我们不知 不过原来咬了很多东西 但是它为什么要 在我们面前关掉它呢 呆了 我们三个都是呆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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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是红红烈火 然后因为太大火 所以我们拍了水之后 然后职员又帮我们吃了它 这个是什么 它是弄碎了 它是弄碎了 它很好 它是这样起了骨 然后弄碎了 然后弄碎了 这样的照片 哈哈哈哈 我的相机没电的关 所以现在在用手机 够了 超好吃 因为其实第一口 我放在口上 因为它很软 我很怕它是那些 只有一个软的字 然后没什么味道 然后你吃完之后 会 这样 我们三个都会有这个反应 咯 咯 咯 它腌了之后 然后它还有一层 应该是盐的东西 还有面 然后不知道它吃得很香 很好吃 很忙碎 吃什么 它一定会是好吃的 看它的样子 超脆 这个是燕烧吗 燕烧 鱼皮吃得很脆 因为它的鱼本身很淡很滑 我没有很改 我觉得很值得吃 就是这个韩国最好吃的日本餐 试试鱼皮 它是半生熟的三文鱼 它是烟熏的 它不是刺身 它是烟熏 然后熟了一半 真的很开心 我先试这个 它是冰到很硬 像冰的 鱼鱼 我想他们习惯了你不敢吃 嗯 100分半分 我给它200分 好 然后我们吃完了 我们买单 是多少钱 好像13万万 13万万 但是我们吃了很多东西 吃了鲍鱼 刺身 鱼 还有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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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东西 但是 其实那个质素 是比我们想象中 好很多 那这个地方 其实本身也是一个 新起的住宅 它因为呢 其实呢 都是这些的 这些的楼 就是它这个地方 基本上什么都有 你不用理由这个区 你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在附近呢 这个LG 和Lotte 就开始有些中心 进入了 所以开始呢 就会有很多这些的 价钱比较贵一点的餐厅 就开始会进来 可能有很多 在那些中心里上班的人 那因为其实在那些大企业上班的人 都是比较有能力的 所以呢 就会多了这些餐厅 在这里 虽然呢 距离 平时我们去开的 弘大 新村那些 是有少少远的 大概要半个小时到 如果要乘地铁 然后也要转车 在网方面的 但如果你可能是来很久 不想见到这些游客的话 其实来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虽然说 这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但是其实也会有酒店 所以这里也会有少量的游客 但是 那个比例上真的 不是说太多 所以基本上 你在街上看到的 都会是韩国人 店员的英文是OK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发掘一下这些新地方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要离开排山了 然后坐车 然后 算是兜了一个回合 然后发觉这里 是整个首尔的餐厅 都搬进来 所以其实你来这里 就等于你去完整个首尔 好夸张 而且很多好吃的餐厅都在 所以 对了 非常推介大家来 好夸张 谢谢大家 好夸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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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